有什麼是 無論你如何讚美他 呵護他、租質他、是樂他 他都不會受你影響有他自己的一套生存方式 打理得好的話可以將一個奇馬不揚的人 戴上天堂 相反,亦都可以將一個天之國式的人 巡迴地獄的呢? 給3月你想,3!是!頭髮 大家好,我是頭髮 夢想成為髮型師的你 未來其中一個模樣就在你眼前 你看一下 那我通常看著哪邊好呢?我看著你的 那隻腳會不會太高呢? 我叫Petty 我是一個髮型師 做了17年 髮型師 做這一行之前 就有辦公室 或者做過創執貨 是有離開過的,因為我入行第一天 第二天我就沒有上班 因為太辛苦了 之後是沒有工作,然後隔了一個月 就覺得自己也做不到什麼 結果又做回這一行 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貪靚 我覺得我那個年代 我們80後 那個年代 你十六七是最貪靚的 那就是因為貪靚的緣故 就做了髮型師這個行業 我是去到中四才開始想自己做什麼 因為中四已經是 很幼稚地斷定自己讀不到書 但其實回想起來是可以 一把剪刀落入髮型師的手中 就可以變成一種令人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的生化武器 三七八二九一 中婚、納喜、劉海、亂舞、殘性 只要你有自信的話 你喜歡怎樣做都可以 那是因為他們每一天都很努力地令自己進步 來,跟大家說一下 你昨天做了什麼 昨天下午2點半開始 然後就 沒什麼特別 那你不要問下午做什麼 我不會睡得很晚 因為我一向都是早睡的人 所以如果你說正常 我一起床可能9點起床 然後就 因為我們店舖開11點 那我看那天 因為我們是跟著的時間來上班 例如我11點有客 那我就11點回來 如果1點有客 我就是1點才回來 那有時間的話 我就可能在家裡 吃一點點東西 才上班 沒有時間的回來才吃 然後就 準備一夜的工作 留有一頭亂中有罪的法師 加上農物有彈性的鬚根 對Patty來說 每天打理他們 可能是一種享受 那究竟入行做發言師 是否單憑享受這件事就夠呢 入行又有什麼條件呢 基本來說要英俊 不是這個說笑而已 其實最主要是 我覺得兩件事 是你的審美眼光 和你跟客人溝通 即是跟人溝通的技巧 那當然尤其是跟客人 反而我覺得 技術層面是擺第三的 你要做一件漂亮的東西 首先你第一件事 你不是怎樣去 懂得做那件事 你要知道哪件事是漂亮 你連什麼是漂亮 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要怎樣做 那你叫漂亮不漂亮 我是光有型就不漂亮 我覺得自己 我是有什麼分別 是沒有分別的 你繼續去回正常的問題 先 我跟漂亮的距離是差幾遠 這個問題又問得好 我覺得我不是漂亮 如果你說我自己的外表 我是有型的 我不漂亮的 如果你說做頭髮都可以 有些客人都會想 我要頭髮型一點 然後我就會解釋 他們聽什麼叫型和漂亮 我說型就是可能 十個人 只有一個人認同 這種就叫型了 漂亮的是 可能十個人 有九個人都會覺得漂亮 而另一個是沒有什麼感覺 他不會覺得很噁心 所以你 這個就是我覺得 漂亮和型的分別 沒有什麼人明白我 都不會的 因為我表達能力好 你表達能力這麼好 那怎樣才可以 令一個新的客人 信任自己呢 由客人走進來開始 我用了0.3秒 去決定說這個謊 你今天很英俊 其實我們都沒有這麼假的 我們都會真真正正 去了解客人的需求 這個就好 因為其實我們幫客人 設計這個髮型 你都很需要了解 他自己的生活習慣 因為我們做一個頭髮 其實不希望他單單 在這裡做完漂亮就走 也會想他做一個髮型 是他第一 他自己喜歡 又算是現在這個年代的髮型 第三 就是他對自己都可以處理 也不會完全失控 變成別的樣子 通常正常時間 我們就會找一個Junior 幫你洗頭 但因為我們現在這一行 有時候都是少人入行 所以不太夠人 所以今天都是我幫你洗頭的 結果就是 那好啦 我們現在先去洗頭 Go 好 那現在就開始洗頭的過程 那我們就要幫客人 先塞一條毛巾 不想洗頭的時候 會弄濕到這件衣服 那洗頭的過程 第一時間當然要先開水喉 先試一下水溫 那其實 因為每個人的感覺都不同 我會建議 用偏涼的水 去給客人感受一下 如果他覺得不夠熱 才會再熱一點 原因是 如果你太熱的水 一辣到它 可能反應會很大 那洗頭這個過程 基本上是 每一個入發營屋這一行 的Junior 或者學徒 是必經的階段 一定會認識的 那當現在頭髮是完全沖濕了 那我們可以開始下洗頭水 因為現在你不是自己家洗頭 那有少許技巧 一撕在手頂的時候 輕輕搓一搓 然後輕輕慢慢 將洗頭水 搓到頭皮上面 因為如果你的手很大便 一下子搓下去 其實客人的感覺 會覺得頭的位置很冷 可以溫柔一點 均勻地搓到頭髮上 一兩分鐘左右 我們會問一下 先生你的頭沒有特別癢 那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就不要馬上說 這個水喉出來沖乾淨 其實可以再勾多幾下 洗多一會 因為其實那個原因 就是不想客人覺得你很趕時間 那尤其是洗女仔的客人 要小心一點 可能很多時候都有化妝 那盡量去洗的時候 就不要太多水花 令到客人的臉都濕了 那這些都是你們入行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公司都會教到你一些技巧 然後怎樣去控制那個水喉 令到它沒有那麼多水花 還有洗頭也是 那隻手儘量要溫柔一點 不要好像很粗魯 那客人現在就洗完頭出來 那現在就進行剪頭髮這個過程 那也是我想是髮型師一個最核心的工作 那基本第一個步驟 然後就當然是幫他圍回這塊剪髮袍 那我們剛才已經了解過客人 其實他就不喜歡太短的剪頭 那所以我們這次都不會說幫他剪得好 像我這些就不會的 我覺得一個最簡單的一個秘訣 就是你一定要多些關心你的客人 因為其實當你的客人感受到 你真的有用心去幫他做頭髮的話 其實就算你那件事做得好不好都好 他都一定會加分的 那剪頭髮呢其實 說老實說 就沒有什麼畫特定的步驟和技巧 因為這些都是好像畫畫那樣 當你畫得熟了 其實你是可以由哪一道開始 哪一道結尾都是沒有問題 最重要你自己知道 你現在要畫些什麼 你要做些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我之前說的 我髮型師其實最重要就是 你有一個自己的審美眼光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做每一件事是沒有一個必定的方法的 你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熟過一件事 你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還有剪頭髮的時候 你盡量是 不要一次剪太短 尤其是這個客人如果是第一次找你剪頭髮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默契的時候 你又未必真正揣摩到他的心 是想剪多短 你就留長一點 剪了一個大概的長度 然後就問一問他這樣好不好 因為如果你剪太短 你就不能回頭 或者我們做這個行業 其實說到底就是 你怎樣令到客人信任你 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最重要的 當沒有信任的時候 你做什麼都很難會成功 現在差不多已經是接近剪到八九成完結了 但還是那句話 因為這個客人是我第一次做的 第一次接觸他 所以都要問他意見 如果他覺得OK 我才會完成了我的髮型 現在這一刻 其實我覺得髮尾是有點長的 我給他鏡看 我今天其實 我不會幫你剪的 但你見到我這些頭髮 後面枕這個枕骨位 還有側面這些 你見到我剪的感覺是貼服了很多 好 那客人滿意的時候 我們都下班了 拜拜 拜拜 誰無捕風敬雨時 手得運開見月明 雖然做學徒人工不高 但是家嫂總會有成為婆婆的一天 只要努力 學徒終有一天可以成為髮型師 那究竟 做髮型師可以賺到幾錢 我如果做髮型師 大部分 基本上都是多來多得 近乎99% 你說日生 周生還是月生 其實都有 因為有些人會把髮型師 這個行業 擺成一個part time 如果用part time 去做那些人 可能會斷日生 跟公司有策像計算 但如果你說 比較全職那些 基本上都是月生 今年24歲 試一下 試一下 看看是否適合自己 我覺得最難就是 設定頭 因為我不懂 Pity直接好 人也好 又英俊 說話又搞笑 我們關係 師父和下屬的關係 有時候都會吃飯 喝東西 我覺得請一個專門 沒有什麼難度 但要請一個認真工作的專門 一開始到十 我會給九 就像你認識女朋友 拍拖不難的 你要找個好的女朋友 其實就很難 那你現在那些 都我說 年輕人幸福 那 那 可能上一份工作 不會長的 很快就說不做 那個人 自己有沒有個心 是真的想做這一行 多過我們有沒有技巧 因為 你就算他沒有心做 他都不愛你 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這個比喻簡直一流 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 但是後浪都不是那麼容易上岸 現在就有個有你一半的有型 又很有興趣入行 就是差點鼓勵的年輕人 站在你面前 那你會怎麼鼓勵他呢 就是做的 沒有一件事是你不做 會知道結局 那你一定要做的 想做就是做 我們是正當職業 是不是 想做就做 明白了 不如我們說一些實際少少的東西 那 貼士呢 有多少貼士的 貼士啊 我覺得可以 參考多些 關於一些扮靚的東西 可能你 你起碼要了解一下 什麼是靚 可能你其實看多些電視劇都可以的 看漂亮一點的電視劇 但其實通常你想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自然都是喜歡去看那些東西 你才會想做這件事 就是你一定是對扮靚有些興趣的 雖然我不是問這種貼士 不過都幾有用 那是不是要做老闆才賺到錢呢 其實你說做髮型師 是不是一定要做老闆 其實是不是的 那 譬如好像我們這些 為什麼會走出來開呢 因為可能 當你做到有一定的客量的時候 有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事 一起開一間 自己找個舒服一點的地方去做 那 所以我就說 開一個髮型師 主要原因其實都不是賺錢的 是想有個舒服一點的地方做 但是你有一些人 可能他是 他怎樣都是很舒服的 我都不在乎公司什麼 我打一份工 我很開心的 那些人不需要去開 所以沒什麼所謂 其實我覺得 競爭是肯定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有 但是我們這行商都會比較少 因為始終都是自己做自己的客 那 就 沒有這麼說 要 我又要搶你的東西 其實就沒有這麼誇張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這個我喜歡做髮型屋 因為我覺得髮型屋相對來說 是比較和平一點的 你 很厲害的 沒有人阻礙你賺錢 但相對來說 你很差的 也都沒有人會幫到你 那 競爭會有 但是磨擦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不算是多 都是看你自己 但是我們這一行的好處是 你真是厲害 是不會有人阻礙你 是 你不需要人給你機會 也都沒有人會給你機會 是你自己給你機會 就是這個行業的特性 見你做到自己喜歡的職業 又是老闆 家裡又漂亮 打機又有同事陪 人又幽默 我都覺得很安慰 那其實你還有沒有什麼想做 除非我結婚生子 我想我就會賺多些錢 我目標就是想做開心 做一個開心的髮型師 我想滿足感可能很少 但是開心會有 因為你每天都可以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譬如我昨天認識了一個台灣的客人 我覺得跟他們聊天都很好笑 你可以了解到一些不同的文化 譬如你去旅行可以找他玩 這些我覺得是挺開心的 我覺得我再想嘗試去做的東西 我未必會用工作去形容他 錢是很重要 但是我不想每一樣東西都是為錢 雖然不為錢我又不代他工作 但也有其他東西想做的 例如可能做個網紅 下一步想做些什麼 就想著明天曬太陽 真的沒什麼想著有些什麼做 說真的 我覺得有目標是好事 但有時候有目標是很累的 就是我覺得 很多人經常說現在的年輕人很廢青 但是其實 我也想嘗試一下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覺得 可以不用做人要有目標 但是不用每一個時段都有目標 還有可能我年紀大了 就 所以我沒什麼目標 反而我現在會享受沒什麼目標的生活 但是這種情況不會一輩子 現在沒有 就像張家輝所說的 如果 我說如果 給你選擇 要不帶著現在的記憶回到20歲 要不現在給你500萬 你會選擇哪樣 為什麼 我會是 拿500萬 其實我 我是 我不是覺得500萬很吸引 我是覺得回到20歲對我來說 不是很吸引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 除了沒試過死和破產之外 其實 我覺得我人生經驗都幾豐富 如果你給我回頭 可能我未必這麼大膽去做這些事情 可能我懂的事情會少了 沒有一件事是你不做會知道結果 那你一定要做的 想做就是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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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